站在補習班門口前 女學生雙腳狂抖放聲大哭 因為她的阿公拿著長長的塑膠水管 Kipipip走過來 讓女學生嚇得躲進補習班裡面 但還是躲不過阿公的巴掌教訓 連續呼了四個巴掌 阿公在其他老師的阻止下才收手 整個過程全被陸下PO上網路 但到底怎麼回事 讓阿公火氣這麼大 阿公本人跳出來解釋 都是孫女太調皮偷人家腳踏車 補習班透露 其實阿公和孫女的感情很不錯 但孫女偷腳踏車已經不是第一次 還曾被送進派出所 沒想到孫女沒有因此學乖 還二度偷騎別人腳踏車 才會讓阿公一時情緒失控 對孫女連續呼巴掌 家房中心雖然第一時間沒有接獲通報 但表示已經介入處理 有沒有涉及家暴或是管教不當 還需要家訪之後進一步了解 記者成功名黃世雲高雄報導 不死書 都沒有